音樂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來營養師愛碎麵 我是聖女瑩營養師 那大家今天看到我桌上的這些東西呢 應該就猜的到我們今天又來到了料理的時間啦 那很多人呢因為想要變健康一點 而開始自己下廚 可是你可能買了很多的食譜書 發現食譜的程序非常的繁雜 可能有煎煮炒雜燉 樣樣都有 那過度繁雜的程序呢 往往讓人難以跨出第一步 所以呢今天我就要教大家 非常簡單零廚藝也可以輕鬆上手的 三菜一湯減糖意識料理大餐 因為母親節快要到啦 最近呢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能很多人呢也不是非常方便去餐廳用餐 今天的料理學起來 母親節你也可以在家裡大膽伸手喔 今天的料理呢 我會用這一台Shop的零水鍋來做示範 那有興趣的人呢就跟著我一起看下去吧 第一道我們要做的料理呢 是花椰米海鮮燉飯 所需要的食材有花椰米 蝦仁 雞蛋 綠花椰 紅蘿蔔 還有調味用的咖哩粉以及橄欖油 那這道料理呢是用花椰米取代一般的白米 那花椰米呢它含有很豐富的膳食纖維 而且熱量是白米飯的六分之一 非常適合想要減肥的人喔 首先呢先在鍋中加入橄欖油 接著呢依序加入蝦仁 紅蘿蔔 花椰米 以及各種蔬菜 那最後呢再打一顆雞蛋 搽上調味用的咖哩粉 就可以蓋上鍋蓋囉 按下燉煮2-13的功能 自動攪拌器會將所有的食材攪拌均勻 20分鐘後就有好吃的燉飯囉 這樣的一碗飯只有175大卡是不是很厲害呢 第二道我們要做的料理呢是淋水紅酒燉牛肉 所需要的食材有牛肉 大番茄 洋蔥 蒜頭 紅酒 百里香 以及燒絮的鹽 將牛肉 大番茄 洋蔥 放入鍋中 接著加入所有的調味料 按下燉煮2-7的功能 如果你是白天需要出門的上班族 也可以使用預約的功能 回到家就有熱騰騰的燉牛肉可以吃囉 哇香噴噴的淋水紅酒燉牛肉完成囉 我們在製作的過程中呢完全沒有加入任何一滴的水 你現在看到的湯汁呢都是大番茄以及洋蔥本身的水分 因此非常的甘甜 為了飲食的均衡度 我們今天還是會有一道炒青菜 我今天選擇的是三樣高鮮的蔬菜分別是高麗菜 黑木耳以及各種的菇類 加入橄欖油 各種的菇類 以及大把的高麗菜 那最後呢撒上調味料以及鹽 按下燉煮2-13的功能 自動攪拌器可以代替手炒 避免鍋子的沾黏喔 20分鐘後新鮮的炒蔬菜就完成囉 你看這個顏色是不是很漂亮呢 最後一道料理呢 是我個人非常得意的無麵粉南瓜濃湯 那我們所需要的材料有南瓜半顆 洋蔥 蛤蜊 以及圈子的牛奶 還有高湯 那做法一樣非常的簡單 就是將所有的食材全部丟到鍋子裡面去 並且裝上攪拌器 選擇咖哩湯1-6的功能 40分鐘後香濃的南瓜濃湯就完成囉 淋水鍋會用一邊加熱一邊攪拌的方式 將南瓜慢慢的打成細緻的南瓜泥 那大家現在看到湯裡面綠色的點點 就是我剛剛保留下來的南瓜皮 南瓜皮裡面呢它含有非常豐富的營養素 那因為充分的加熱以及攪打 所以並不會有粗糙的口感喔 我的母親節健康料理完成啦 是不是看起來非常豐盛呢 相信大家家裡呢可能已經有非常非常多的鍋子了 其實我家也不例外 但是我覺得這一台Sharp的淋水鍋呢 它有兩個地方是非常非常欠埋的 第一個就是呢它可以減少調味料的使用 因為其實淋水鍋呢它是利用食物天然的風味 以及天然的水分去烹調這些食物的味道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我們就可以減少用一些調味料 有一些調味料 譬如說烤肉醬啊 豆瓣醬啊 或是一些甜辣醬 其實裡面都加了非常非常多的糖 所以你在不知不覺中呢 就會攝入大量的這個糖分 這樣子我覺得淋水鍋它非常值得購入的地方 就是它的自動攪拌功能 因為其實像我的家 或是說很多小家景 其實都是開放式廚房 那其實有時候你炒菜呢 都會吸入很多的油煙 或是整個家就會霧煙瘴氣的 自動攪拌的功能呢 其實它可以代替炒 像我今天的兩道料理 這個炒青菜還有這個燉飯 其實都是有加了油去拌炒 但是我並沒有變成一個黃臉婆 就是還是可以非常優雅的上菜 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淋水鍋母清潔料理大餐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和分享 那我們就很快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